有线的风筝可以在空中翱翔吗 广告过后 让阿伦带大家一起去寻找答案吗 写的生日快到了 要怎么替他庆祝呢 阿伦打算找朋友Michael帮忙 哎 Michael 哎 明伦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了 这就是你开的工作室啊 对啊 正典耶 这些是什么来的啊 这就是风筝啊 风筝 这个风筝跟我平时看到的风筝不一样 有一点不同啊 它不用线 不用线的风筝怎么飞 遥控啊 用遥控的 还装上了马达是不是 对 装上马达 蛮特别的啊 你是怎么样想到这样的 idea的 其实你也知道 我以前一路来有玩那个遥控飞机 然后我也有玩风筝 但是我觉得风筝定在天上 抓住那条线不过瘾 然后就把飞机的眼里放下去 稍微改装一下 结果它起飞了 刚好有一天我带我女儿去海边 然后我女儿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 然后爸爸能不能把天上的星星摆下来 哇 那就给我的另一个 idea 就是把灯装在风筝上 让它遥控 那也就是说能够让星星在你周围跑 对吧 对对对对 你这个 idea 很浪漫耶 差不多啊 可以讲 是这样的 Michael 最近呢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那我很想追求她 但是呢她就嫌我又没有心意 又没有创意 我觉得你这个 idea很好耶 又可以很浪漫对不对 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送给她 难不难装啊 基本上不难啊 好 那你要教我 我问你要有耐心哦 OK 这边有一些颜色的护药 你先先看 现在就是要找来的寄生的护甲 这些是高压缩的碳纤维 弹性强 还有呢就是它重要的气 受控器就是说你需要一个马达 嗯 然后它由它来推动 嗯哼 还有这些龙心酱啦 OK 这是一定要的 有马达也一定要啦 马达 就是 接下来就是这个遥控器 拿哪个 这个 这个比较好 嗯 哇 嘿嘿嘿 所谓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阿伦这次真的是找对人了 有了Michael的帮忙 要亲手做遥控风筝 送给阿雪一点也不难哦 做好了之后 还得试试能不能飞行 这遥控风筝 要让它飞得起 飞得高 要有一定的技巧 幸好有Michael在身边指点 阿伦才掌握了遥控风筝 初步的飞行技术 不过要为阿雪 制造意外的惊喜 就不能单单让风筝 飞上天而已 还得学习更多的遥控技巧 让他能在空中做 更多花式的表演哦 喂不要这样嘞 今天是你生日了 生日又怎么样 还不是老了一岁 哇你敢在外面前说老了这个字啊 不是啦 我是说大把年纪了 还是自己一个人庆祝生日 今天有我在吗 算了啦 不要庆祝了啦 回家啦 没有生日回家 我们去GoFly開啦 带你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来 哇有了霓虹灯的装置 遥控风筝在夜晚飞行起来 特别亮眼 原来不止阿伦 在本地已经有好多人 迷上这种新铁的玩意儿 还经常相约聚在一起 遥控风筝呢 阿伦 阿伦 生日快乐 你记得我生日啊 那当然啊 对了 我还要用这个来跟你庆祝生日 这是什么来的 别问了 Let's GoFly開 阿伦精心设计的节目 能赢得阿雪的芳心吗 能赢得阿雪的芳心吗 阿伦精心设计的节目 阿伦精心设计的节目 阿伦精心计计的节目 阿伦精心计计的节目 看来阿伦的用心没有白费 凤姐也忍不住想试试自己的伸手 怎么这么快就出意外了 连阿雪也跃跃一试 看阿伦玩得这么起劲 自己也想试一试操控天上的风筝 阿伦的机会 你可是等了很久了吧 这美梦成真的当儿 别忘了珍惜眼前的幸福 真的很好玩 好玩的 来 让我给你看一些特别的 来 你看 没有一点的诚意 绝对想不出这样的点子 这机会来了 别犹豫 快保我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生日快乐 谢谢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来 几个月吧 我的台名者吗 算好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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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 我来 我来